希望得到的就是 因為剛剛一定知道用md 可是md之後我要怎麼知道 我要切 切的字數一定是7個字 那比較會有變數的應該是 要取第幾個字 所以如果要取前7個字 就是1 然後再來就是1再加7 這個字就是第8 第8一樣取7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1、8 8的話下一個就是8再加上7 所以反正就是 這個是加7的0倍、1倍、2倍 所以都是跟7有關係的 如果我今天需要產生一個 它的位置的數量的話 最後應該是1、8、15、22、29、36 意思是可以推 反正這個跟下一個一定是差7的倍數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7的0倍、7的1倍 一之類推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 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反正最後一定用840個字 所以最後你可能要到 把那個數字 把它先產生7的倍數 這個規則 再把這個規則放到md裡面 那你就可以把它分成兩欄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的做法 第一個啦 我的公式先等於 反正預設一定會有1 就對了 反正一定從1開始 第一個字開始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必須要加上什麼 加上以上面這個數字 比如說這個 這個數字的是1的話 那我就讓它乘這個地方 我先把1先減掉 因為我第一次不需要加上7的倍數 所以我先減掉上面的1 B1裡面本來有1嘛 先減掉 把它歸0就對了 因為我第一次不要加 然後刮幅記得先把它刮幅 之後後面加一個乘以7 因為我需要是7的倍數嘛 就是下一個一定是7 因為你向右拉之後的話 它就會變成2 2的話呢 那直三就剛好7的1倍 一直可以退 8 把它打勾好了 那如果你把它向右拉 不過向右拉的話呢 你會發現下一個應該就得到8 沒錯啦 OK喔 可是我還要向下填滿嘛 所以向下填滿 記得喔 請你把什麼 把那個1給鎖起來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個位置的部分不能變動 所以記得喔 這個部分一定要把這個 B1的1的部分把它鎖起來 那可是問題喔 你鎖完之後向右拉 所以第一個OK 底下你會發現 奇怪 為什麼它都是1跟8 為什麼不會變15 15的下一個應該就是再加722 不會變 為什麼 因為喔 我們這個公式裡面 還要跟它講說 你如果像 這邊有兩個 等於是7加74 所以下一個你必須跟它講說 你要再加上14的倍數 所以我用什麼當成參考 用前面這個A2 點一下 那一樣的規則 我習慣先把它歸零 減1 因為第一次不加14的倍數 所以我把這個歸零之後 記得喔 一定要把它刮糊 因為如果你沒有刮糊 它就不會先減 它會先乘 後面加一個乘上14 為什麼14呢 因為兩欄嘛 兩欄不就14個字 所以呢 反正我一定下一列的話呢 一定跟上一個一定相差14就對了 OK 好 那理論上這樣公式應該就出來了 打勾一下 然後把它向右 不過向右的話 你會發現會出錯 應該會 這個地方喔 記得喔 你如果向右向下 你要讓它正確的話 你必須還要把A欄給鎖起來 因為我們的這個數字在A欄 所以記得喔 這個地方 A欄的地方 前面記得加這個錢 如果你沒有加錢的符號的話 最後結果應該也會是錯誤的 好啦 把它向右一下 看一下 最後關鍵喔 最難應該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看結果對不對 應該沒錯了 1 8 15 22 再加 22加7 29 對耶 完全符合我們要的 所以喔 最後的公式喔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做出來之後 那其他的應該相對的就比較簡單了 所以喔 這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再把 應該看得懂吧 所以喔 我大概原則這樣 反正以後可以套個直覺公式 反正先從1開始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上面的這個B1有沒有 這個數字啊 因為我等一下會向右拉啦 所以呢 我因為向右一個就是相差7嘛 所以我把它乘上7 那因為我第一次不需要加上7的倍數把它-1 記得刮鬍起來 那向下的話呢 我就以這個A2當成是我參考的編號開始 那因為也剛開始一定不要加14的 因為下一列一定是相差14嘛 那我第一次一定不要 所以一定要把它減掉 然後後面加一個乘上14 那記得一定要把A欄給鎖住 所以在A欄前面加一個淺的符號 這樣應該就OK了 好 那我把它完成這個步驟之後 再來的話呢 就簡單了 把這個公式減下 做什麼呢 再插入一個剛剛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的這邊有個MID 然後就文字 欸 他問你字在哪裡 在長橫哥的工作表裡面的A1 那記得啦 A1前面呢 都要加淺的符號 那有個比較快的方法 你直接把優標放A1 按下F4就可以 按F4 它就會前後 就是兩個都幫你加啦 加淺的符號 當然你自己手動加淺的話 也可以只要加2個 F1一次就搞定 F4 兩個都會加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第三個參數也很簡單 一定要7個 要幾個 Number chart 要7個字 OK 所以這個一定是固定的 7個字 哪個字開始就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好 那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最最最難的 就是這公式 哇 這實在 相對對大家來說應該是蠻難的 所以如果可以理解 以後應該要切固定長度的資料 對你來說就簡單了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向右拉 然後再向下 看起來好像都對 對沒錯 哇 它還蠻聽話的 所以你只要把規則定給它之後 後面就簡單了 這個跟管理人還蠻像的 反正把規則先講好 其他就 你就按照規則做就好了 所以我蠻 蠻習慣就是 反正我們做什麼事情之前 先把規則先講清楚 先約法三章 而且要是嚴格執行 反正我怎麼說 我們就按照這樣規定 我們也不要隨時亂變 讓人家感覺好像你不確定 這樣的話 做事情當然就會很多的問題發生 OK 那這邊的話呢 你會發現到66 所以底下這個應該就可以把它刪掉 我們底下就多的 所以到66 底下的東西呢 我就通通把它刪除掉 按Delete 好 那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很快的 它就會 幫我把它分成兩欄 所以這個工作表就是 也許我把它改一下 這是叫 分兩欄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最後這個欄寬再調一下 選B跟C 那快點B跟C中間這一條線 點兩下 哎呀 又是這種調整的 有沒有 馬上就 感覺是非常整齊 OK 好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的公式 那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我也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找參考 其實這邊也有啦 只是我是覺得 你不要一直看公式 會被我公式限制住 那你說老師是不是只有 只能用這個公式 沒有 沒關係 如果你假設想得出別的公式 而且更簡單的話 還歡迎你可以 自己用你的公式都沒關係 甚至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老師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當然我滿高興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一題完成之後 下一題的話 我們就需要 再把這個分兩欄 有沒有 你再複製一個 這邊把它改一下 叫分一欄 就是 那顧名思義嘛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不要這邊了 這個把它刪除 然後呢 可是問題現在這樣不對啊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分成一欄的話 這樣怎麼做啊 其實 如果你假設這個 這個兩欄可以的 我想你應該分一欄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或者因為它規則其實蠻類似的 而且更簡單耶 有沒有 1 下一個是 相差7 應該8 再相差7 那所以基本上 這個部分B1 應該這個不用嘛 然後你其實就是可以把這個 應該這個拿掉就可以 反正一定會從1開始 然後後面的話 以這個當基準 那它第一次一樣減掉 就歸零 它的相差應該乘上多少 乘上7嘛 我看好像這樣就可以了耶 是不是這麼簡單嘛 打勾一下 下下填嘛 對耶 這樣就OK了耶 有沒有 所以如法泡字 那你說你分兩欄 分一欄更簡單耶 那你說老師我要分三欄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四欄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像那個 這個這個 律師一般就是兩句兩句一對對的 OK 所以通常是以二為 這個 複數我覺得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講 分兩欄你覺得不 OK你就分一欄看看 甚至你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你覺得這太簡單了 我想要分成四欄 分四欄各位 其實你兩欄做出來 四欄應該你也做得出來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